我是太阳家忽略君 这一次我来到了方针世界 这片大陆有着数百种史前生物 我将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 清爽的一天我从忙碌中开始 昨天我发现了一只地 我决定去准备一些石头和木头 来制作一个昆龙房 好了就在这个位置开始建造吧 话说第二去哪了 该不会出现在我背后吧 我去吓我一跳 这家伙什么时候跑到我背后去的 看来只能一边走 一边用麻醉剑射运他了 还好第二的移动速度比较慢 我可以很好的与他来开距离 虽然他一直追着我不放 但我还是成功的麻醉了第二 这家伙终于消停了 先让这家伙饿着吧 待会再给他肉吃 我感觉肚子有点饿了 我先生一堆火 然后烤一些肉吃 我去海里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一些珍珠 不到海里游了一圈 并没有找到 深海还是不敢下去 只要等我的第二讯好了以后 照个安就可以下去了 算了我还是上岸吧 我发现了远处有一树岛 我决定过去看看 我先造了一个木筏 等等我的第二好像饿得差不多了 过去给第二过一些热吧 训好了给第二取一个名字 也就叫浅水饿 这叫看上去挺凶的样子 嘴巴的咬力也非常的十足 把第二带过去 和其他的孔待在一起 接着我给我的木筏 铺上了一些地基 现在木筏就变得更宽更大了 木筏做好了 现在我就要去之前发现的那座岛上 离岛还有300米左右 我就发现岛上有一群雷龙 空景挺好的 我还发现了这座岛除了雷龙以外 还生活着箭龙 山脚龙跟草石类恐龙 诶 这里有一个恐龙蛋 哦 是一个雷龙蛋 我要不要把它带走呢 长这么大 它从来没吃过恐龙蛋呢 那我就悄悄的拿手好了 兔崽子居然敢偷我的蛋 你给我站住 不好 好像被雷龙发现了 赶紧跑 赶紧跑 好 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啊 大哥 不就是一个蛋吗 怎么这么下气呢 你给我站住 你也不就是一个人吗 跑啥 赶紧上木筏 我的天 怎么还追 行 那我把你的蛋给吃了 卧槽无情 无情的我就这么开着木筏回去了 我是大眼家狐狸君 喜欢我的视频 给你点赞 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通知识 1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